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日日醒你選股貼市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助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各位早晨 早晨 早晨師傅 隔晚又再次有疫苗相關的消息 不過自從第一次輝瑞 開始說疫苗有很大的進展後 其實就已經沒有那麼大反應了 再之後就有莫德納那 今次輝瑞又見人家莫德納那 94.5 94.5 再作大一點 輝瑞和BioNTech 公佈了最後階段的 結果就是95%有效的 比之前初步的數據就好 就會將在日內向美國FDA申請 批准使用肺炎的疫苗 不過當然現在就很初步 這個疫苗方面 因為之後還要說到 空運方面 疫苗怎樣運送 都會是一個大難題 因為現在的空運能力 隨著現在越來越少航班 就變成空運方面 相對上沒有以前那麼順暢 沒有那麼多位去運貨 其實就已經 還有要技術 你如果見到內地方面 最近炒股有一個概念板塊 叫做冷凍鍊的運輸 究竟不是說船、機、車 每人有多少架 而是究竟裡面有沒有這樣的雪櫃 負70度 零下70度來運輸 運到去 亦都說到 好像印度那些國家 好像印度都爆到七彩 就算運到去 它都沒有倉 就是說整個物流的供應鏈上面 很多國家都不能夠配合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還有回應剛才你說的一句 確實市場真的越來越沒有感覺 第一次說輝瑞巴蘭赤 我還記得道指當時高開5% 當晚升1400的期置 後來第二次就已經高開400 結果昨晚道指要收跌3、400 所以都頗無忍 三大指數的跌幅 就介乎在0.8至1.1%之間 是的 導致又回回 以及一些個別的空運相關的股份 其實就在這個疫苗消息之下 就是高開早段升 有些都升轉跌 就變成了大家似乎這個好消息 都引來個別的部分的舊經濟股 短線有些出貨的情況 但整體仍然有個反彈之中 如果看回港股這邊 都見到美股昨天這個情況 港股這邊也是低開的 低開83點 報26,460點 其實都繼續是 因為恆子 去到26,500附近 現在其實都繼續受制這些位置 如果有做膽倉的 都是其實看這些位置 做一個指示位 現在就還未爆到上去住 沒錯 你說我沉氣也是要提多次的 恆生指數來到這些水平 究竟上不上到呢 包括昨天其實一度突破7月份的 陰燭頂 結果上到去26,618日 但結果都是收不回 當然同時間你看到一支兩支 甚至第一支再出好消息 對於市場都沒有一個明顯 在點數上的幫助 當然新經濟輪動到舊經濟 有時舊經濟大家可能都找得挺過癮的 但是幫不幫到指數呢 似乎又真的幫不到 你看到恆生 匯豐5號仔 你上到他 由20多都上到30多 38、9 你還想他怎樣呢 我自己的看法都是來到26,500 這些位置 可能會輪流撐一下 你看有幫都走得很高 但是輪流撐住在高位 但是再進一步 似乎就暫時 我覺得就有少少乏力 而且成交近日都是小 如果看回那個成交額榜上面 現時波幅不是太大 如果有超過1% 波幅就只有渣打升1% 那麼美團就跌1% 若民繼續都是跌1% 1.9% 現在呢 ATMX 其實都繼續是比較受壓 都是 騰訊 未跌0.5% 有幫都是未跌 不如看一隻 比較有移動的 就是一個 美團 美團 其實看到 這幾隻 ATMXJ 比亞迪 都是跌下來 很多人會去想撈 但就現在這個情況 我真的不建議去買 都繼續說 因為這幾隻 已經在高位 看到是比較大的沽顏 升的時候成交都細膽不上 而且如果你說撈 要不就看股值是低水 要不就看你近支持位 你來到這些 又未跌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其實現在真的不會在這些位置去罵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如果想罵貨 盡量從舊經濟的概念入手 凡是新經濟 不是說不讓它升 可能過兩天升了兩元 可能你就會說 都有升 但情況在於 已經很難再有動力 你去創新高 因為我都是戒懷著資金 是否已經流出了 並沒有回到來 這件事就要繼續留意 因為如果你說 我長線看好 坐著在那 那你如果這麼坐的 你只是買一些 譬如假設 買航空相關的 你坐著等服飛 都可能比較好坐 這些高位先剛剛回落的情況 沒錯 其實有些航空股 中資的航空股 走勢仍然很強 雖然疫苗再次帶來急升 情況少一點 但始終這件事落實 可能還有機會 繼續讓行業見底上升 要留意 另外其實最近新股市場 都繼續很熱烈 是的 今天又有新的 最近有藍月亮 又有萬象 下星期三 說京東健康開始招股 京東健康都頗值得關注 今天有新上的 就是融創分拆的融創服務 1516 其實近期的物館分拆都很熱烈 至於現在的這個 其實昨天的暗盤都不一般 一度升轉 不過跌不是太多 現在開始就變成平開 一來因為物館的板塊 已經相對沒有那麼熱炒 二來其實他們真的 因為之前都炒得很高 已經上市的PE都很高 所以他現在上這些 其實就暫時見近期 這幾隻都是標示得很高 來上市 來上市給你買 所以就未必那麼好炒 而且液潮都沒有那麼厲害 沒錯 留意著 在當個板塊 未曾再有什麼炒作的情況之下 就最好不要 就打算去那麼快又去買 因為之前好幾隻 全部都是大名的 一些制謀 他們上市都一般 亦不見他真是很有炒作 可能這個已經淪為了一個 比較沒有人追捧的板塊 不要亂做 其實接下來有一隻 就是華孕置地旗下的物館華孕 萬丈生活都打算分拆上市 計劃集資大約是超過78億美元 最快下星期中就招估12月初上市 這個雖然你說可能會看好 其實深圳那邊都很多大型的商場 那邊的潤地那邊 但你都要真的看回 一來的熱潮是不是在 二來其實要看份資古書 看看那個古籍 雖然很厲害 但要看古籍 其實會不會已經過高地去上市呢 這個到時要看場情 就不只是看好商場管理的發展 就這樣就賣了 是啊 留意同業有很多 其實都回得很緊要的了 沉幾何時 即是保理物業上市已經拿到很高的市盈率 也都從九十多元的位置 在說六零四九 九十一元附近的高位 現在足足都回了四成多近一半 落回去五十五元 即是足足回了一半 那麼市盈率也都由八十倍 回到街近就四十倍頭了 可想而知 市場對於物館 還是不是秤得那麼高呢 或者都要考慮過往那一段時間 我想由年初到現在 都沒有再跟大家講物館股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內房方面的賣樓 始終是比較低迷少少的時候 限制了物館 來近一兩年 管理面積方面的增長 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現在跌了那麼多才是四十多倍PE 以前過去會覺得四十倍以上的都高了 其實查查一下 整百倍那些都有 沒錯 這隻保理我記得曾經是最高的 所以很誇張 現在準備開市了 低開83.26460 我們去到廣告之後解答問題 我們在稍後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其實港股開出之後 暫時就表現一般的 即是跌著二百點 報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點 整間港上的股份都是低迫 開始之後 包括尾斷 亦都跌幅大到2.4% 這個京東都是跌著2% 其實幾隻都是比亞迪一度都升的 都轉跌了 真的不要罵 有貨的 真的看著一些位置 看情況要不要走人 現在就看看Youtube上面 Kolly就說 9633和175點看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貨 9633看到很多人問 現在跌1%的報43.5 那麗威葉就說 看甚麼位置 42.2有貨的 其實他參考的位置 其實就是看前頂39.8 而昨天看到在高位置 有些的沽壓 現在就有貨的繼續拿著 沒有貨可以看看情況 另外他問了就是 175得理 175得理 繼續去看有沒有機會 還在升 因為昨天也有個明確的突破 現在繼續突破當中 現時我覺得繼續看回 24.6的位置 就是100年的高位 位置突破的話 可以繼續保持著 前頂大概21.6的水平 就在11月6日創過 現時繼續有少少RSI上面的 一個頂背池 不過為時注突破的話 有貨都可以繼續保持 沒有我就真的很普通 因為成交和RSI都背池的股份 我寧願選擇農夫山泉 是的 我認為車股 曾經說寧願選擇 比亞迪也不選擇 現時 寧願追求一隻長氣 Annie就說 2333和1347 哪一隻好一點 有什麼位置入 那1347的話 雖然你說看圖 1347都是在彎上來的 但始終 華雄過去的業績都不太好 反而2333 過去的業績 復蘇都很好 最新90月的數據都好 還有 旗下的電動車 在10月的汽車銷售 其實它都是排第三的 那個銷售 即是比亞迪的看排得更加之高 這個都是可以值得去看的 還有它12元 比較是重要的關口 變成突破了 你就知道 以後其實12元 要做一個明確的止蝕位 嗯 然後就看了 問金山軟件 為什麼我選這個呢 因為其實金山軟件 都接連跌了幾天 確實是要說一下 他說41國5毫半有貨 如何處理 現時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似乎又想 挨回橫行區的底部位置 我會看有貨就小心 沒有貨就不會買 最近都明確地 譬如見到37 甚至乎看你想拿得多緊 最近這些低位就39 較早之前這些位置就37 其實這些位置還站到的話 你都可以抱存少少希望 如果這些位置是站不到的 那你就真的小心一點 所以我覺得 未買不用買 想加不用加 就小心點39 37這些位置 為什麼跌這麼多呢 它就這幾天 出了第17號 出了業績的 第三季純利 第三季純利 其實如果你說 第三季純利 第三季純利 按季是下跌了93% 因為你看看 按年升了17 但按季其實是倒退 下跌93% 不過花旗就發報告就說 其實是符合預期的 不過就憂慮網友業務 就沒貴的前景會疲弱 不過你部署上如果已經有貨 就都是看著這個重要的位置 其實如果這些位置不穿 即37%那些 其實吳川 都其實繼續是一個橫行裏面 只不過橫行完 市圓區間頂又上不到 就開始下跌 那這個都是一個正常的波幅裏面 好啊 那麼跟手就看看 2883 之前炒過一些 油相關的股份 這就是油腹股 Cindy她就說 有6元 走不走好呢 2883 今天暫時都是打過平手 在5.87的位置 如果是6元的話 我覺得可以等多一陣 雖然我並非看得太好 叫人買 但是始終留意 較早之前 正正是7月8月的時候 她的橫行區最低 就約我都是6.3至6.4左右 橫行得都挺較慣的 6.3至6.4 所以我自己看法 有貨的話 儘管看看她的鎮量 鎮可以上去那些 6.3、6.4 如果未有貨的話 我就不會買了 最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舊經濟 未必去到這麼舊 然後就問6.110 Amy她就說 需要不需要回一下 再買呢 現價是12.3 今早早段再衝一衝 去到12.56的位置 我想你看看 如果持續站穩12元 就可以 如果你看見今天衝完會 你就等下會不會有12 是的 因為前頂位 11.9號白修 最高的歷史頂 昨天大城郊沖村 這隻我都看一看 因為下午我沒有在這裡做節目 這隻我都是領軍 因為中午 很多人聽完都知道 我是想領這隻 中午有位朋友問這隻股 那一刻其實都要多謝她 因為我不是經常看著這麼多隻 她一問我看到 漂亮到這樣 那就馬上來 所以錄標價12元 加成上去 所以13-14元左右 有貨 有貨 沒有貨 就買了 好 接著就是2013上網 多少 就是Ring Yan Li 現在正在下跌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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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回整個走勢 都是9.65至13.68 大約是9.65至13 現在只不過是在這些位置橫行 而且13應該再遠一點 最近的11.56都未能上到 上網了11.56 9.6這些大跌 如果村子都要來做指示位 現在其實都是先拿著它 好啊 接著就看看 又是 年約幾天 以前叫2269 現在叫2963 要約名生物 KY說回到20天線 是否可以入 我見過 昨天10天線都有人問 是否可以入 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它過往在10天線 20天線 都試過分別彈過 正路是可以這樣估計的 不過又這樣說 對上幾次 包括我現在戰嘴指著 指著 指著 三次去碰綠色線 其實當日都是以一些有下影線 又或者有陽足足身的情況 向上升 但是 現在 今天來講 暫時 試五十天線 就以陰燭去試 所以 這件事 就 有輕輕的巧妙在 所以我自己 很少會跌著 陰燭的情況之下去買 我建議會看多一會 你等它試完 這個位 真的好像之前 又懂得彈一下 才再入 現在只是剛剛去試 未確認 沒錯 接著就看看 二百二二 April就說 這點看能否坐到年底 南方A50 其實看到A50指數 就真的相當強勢 其實是跑贏了大盤 你看到有時 上正都不是一個完全向上的趨勢 其實都是上上下下 你看到近半年的高位 在3400 上正都未上 但A50 是真的非常強勁 完全 如果你只看走勢 即是一些強勢股 長線上升股的走勢 現在 我想未必會定定一個日期 但如果以現況來看 其實就 我想你不穿18 其實你都可以坐到年底 如果譬如你一路有貨 如果去回落 就看看是否只賺 但鑽出來看 都可以繼續持續 好 接著我見到 Facebook上 都有位朋友 想問1772 問我怎樣看 這隻叫做 李電視股 禁封李業 怎樣看 我自己覺得 他都有多少 跟著比亞迪 Tesla 這類新能源汽車的概念 來炒作 這浪再升上去的時候 如果我給兩個頂位 一號二號頂 其實二號頂又犯了兩個毛病 就是成交收窄了 背成交背遲 RSI收窄了 RSI背遲 所以你問我 我洗得實不實 其實我便覺得 不太可靠 這樣東西我會小心少少 而且你譬如說突破前頂的話 如果稍後再輕輕輕一點 60.5.5這些位置就是前頂 現在只是60.4 所以有機會失去 買我就不會買 不過如果有貨的朋友 最近落到53.8便成為反彈推 所以後市如果是跌穿53.8 我就只賺 我就不建議現水平去做 然後看看Emilio3347 他就說可不可以翻兜呢 太格醫藥在高位已經是兩年陰 其實我想如果昨天有貨 就應該看著前頂137.5 這個位置其實現在是穿 當然如果你看收市計的話不定 因為昨天最低134.4 今天其實正在試這個位置 即是不排除這個位置 又定得住又上回 但我想就未必這麼快去翻兜 始終連續兩天這樣 你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再繼續落才再翻兜 是啊似乎 升小小棍下的時候就大大棍 這件事就自己要留意了 恆生指數現時的跌幅 就擴大了去到200點過外 看回成交榜上 大部分股份都要跌 人民生物跌4 美團和米德里也要跌3% 京東跌2% 亦都提提大家 昨天京東我都清光了 在339為之 最主要都是因為 對新經濟股沒有什麼信心 是的 都提提大家幾隻 主要科技股和比亞迪 現在不建議撈住 只是剛剛高位開始回 有課的就看情況 好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這裏 中午11點45分 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